韩国瑜不是在6月5号的时候到委员会去关心打炸吗 结果我来看到了 今天这个自由时报有一篇标题就是 韩国瑜学他吗 陈菊列席委员会大小会议丁景景 里面就提到了 这个韩国瑜身为一院之长 列席委员会会议并非先例 同为院长的监察院长陈菊 在上任之后一改过往 院长作风 时常列席监院七大常设委员会内的会议 更有监委透露 陈菊院长上任之后 监委监得很紧 那包括了像是过去的监察院内 监委们的组织 高尔夫球羽球桌球各式联谊会 以监委之间相互交流民意来娱乐 甚至把这个高尔夫球聚大喇喇的放在办公室内 不过近年来 监委之间联谊会已全然废除消失的乌影无踪 好我想说 我先请教兵哥可以这样类比吗 那还有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柯建民吴思尧还有这个说 学陈菊 陈菊早就这样做了 这是不是一套组合权啊 那么用意其实很清楚啊 还是在削弱韩国瑜的品牌价值 是啊他们自己党内要不要先打一架 对啊 这完全相反的逻辑不是吗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到底在干嘛 我在干嘛 不过这一边很明显是在捧陈菊啊 是啊 对啊 捧陈菊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最近陈菊被逼着说出 要说废 对要我赞成废考监 因为这是他当初上任的时候的承诺嘛 所以现在他不得不讲出这句话 可是显然陈菊还想留在那个位置 我一直觉得他讲出那句话 其实是以退为进 也就是他心里头可能知道 赖兴德应该不会再让他当监察院长 所以他就故意讲这句话 然后就看嘛 看你们准备怎么接 然后现在又有人出来帮他洗地 哇讲这陈菊跟真的一样 可是问题来了 韩国瑜是因为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他去听 可是他不发一语哦 你陈菊是监察院长哦 你每个委员会去盯 你在盯什么 监察委员是独立行使之权 对 你要盯什么 这个很奇怪哦 抱歉 你陈菊如果真的像这篇报导 你每个委员会都去盯 那我看这不叫盯 这叫施压吧 你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的职务 是截然不同的哦 所以你在做什么 你是不是在 边策这些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你们哪一些事情我交代你们还没做 是不是做好了进度怎么样 不然的话你监察院长去干嘛 其实过去我一直觉得 监察院长根本就是个 很无聊的猜死 因为他什么也不能做 他就是一个德高望重 然后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干 因为他不能够参与任何的案件 那我都不知道这个监察院长到底要干嘛 可是现在 现在这篇报导告诉我们 陈菊是积极参与各项运作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哦 老柯是有没有违法 问一下老柯啊 老柯大概告诉你 他只管立法院监察院他管不着 他还是这样 然后更好笑的就是说 连仪会现在都没有了 以前的 第一个他在凑以前的监察委员 每一个都打高尔夫球 每一个干嘛 大家都很混啊 然后第二个 现在的监察委员都非常精实啊 都不玩啊 对啊我相信啊像高隆臣 他挖空心思去对付检察官 他哪有空去打高尔夫球对不对 是这样吗 你不要骗我了啦 谁告诉 如果被我抓在现在建造委员 还在打高尔夫球 请问一下怎么办 我就亲眼看过建造委员打高尔夫球 你在骗谁啦 现在为什么不需要这些连仪会 因为他们根本很少进去啊 在外面玩就好 我到里头干嘛 你有毛病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写这种恶心文章好不好 这样写出来很低级很丢脸耶 这种还是这是拿监察院预算事务行销 我就不知道 去写这东西干嘛 可是第一个我必须提醒大家 拿监察院跟立法院类比 是完全莫名其妙 因为两院的制度跟 委员的职权是完全不同 然后再来呢 我也必须讲 你现在你挖空心思想要去 凑韩国瑜去酸韩国瑜 想要去打压韩国瑜 其实在我看来都刚好相反 你会助长韩国瑜的身世 因为说真的 韩国瑜现在的位置 他不是立法委员哦 而且他不是那种冲组哦 他就是一个老老实实在执行 议事程序人 所以你们要去凑他真的很困难 讲塞话真的很困难 老实讲 韩国瑜如果今天 他是在立法院里头动用了警察权 或者什么东西 你去批评他去攻击他 那还有点道理 他今天什么事也没做 他只是在主持议事 他最激烈的大概就是 老柯在那边谁谁聊的时候 他说你闭嘴 对就讲了两次叫他闭嘴而已 而且我说真的 当时他闭嘴如果有看直播的人 你就知道 当时他讲你闭嘴的时候 不只是 那个蓝军跟白军 一副如释重副一样 绿营也是 绿营也是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烦啊 就不要再讲谷了这样 不要一直插嘴 已经受不了 因为其实 那个案子民进党有一些委员是支持的哦 那老柯还在那边 天马行空在那边 跟你有的没的 一直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到最后四年 民进党自己的立委都受不了 因为他们也希望这个案子 就过去就好了 你老柯在那边拖延 在那边拖什么 所以我必须讲 当然现在民进党打如意算盘事 反正老柯就没有形象 反正吴思尧 他就给你烂到底 没关系 我牺牲这一两个人的形象 来去跟人家打这种泥巴战 反正最多就是我只要把 只要让外界觉得 柯建民跟韩国瑜一样烂 各打50大板就好 他就赢了 因为本来 会赞取韩国瑜的人比较多 会支持柯建民比较少 他现在就是用下市对上市 去给你玩这套泥巴战 但是我认为这一套不会有用 说真的啦 最近很多民调都显示 其实大家还是支持国会改革 大家还是认为国家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你再多的狡辩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老柯说真的啦 你要嘛就赶快去看医生 要嘛换别的招吧 你这招招式用老就很难看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两千鲍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你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I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